穿著紅色衣服的林姓男子 坐在沙發上 看著警方從地上的塑膠袋裡 拿出幾大碟白花花的鈔票 放在桌上給他指認 這才認罪 警方搜出新台幣860多萬 跟人民幣4萬多元 40歲的林姓男子 16年前規劃台灣 之後又取了一名大陸籍配偶 兩人從事地下洗錢活動 專搜其他陸配中小企業 或旅行社的不法費用 經手數十億元 從中收取千分之四的手續費 兩年不法獲利高達上千萬元 一個集團除了替詐欺集團 將犯罪所得匯往大陸以外 也替陸配及部分的中小企業 進行地下會對的作業 我這樣做多久了 還有跟誰合作 行事局聯合新北市警察局 在新莊跟中和地區 查獲這個洗錢集團 將在巡線追查涉案的 上游企業及旅行社 要將他們逮捕歸案 記者葉瑋玲 陳烏群台北報導